我們今天聊的是再過31天要選舉投票 綠黨今天的民調數字 還追蹤一個討厭共產黨的數字 那現在69.5% 那喜歡的數字淵莫9% 那剩下兩成大概沒有表態 那在台灣討厭共產黨的數字 就影響了國民黨今年的選情 何以邱毅吳思懷的爭議 林林總總 最後還是傷害到了 國民黨區域立委的選情 仍然跟共產黨跟中國的因素有關係 王浩大哥怎麼看 當然了 這一段時間 討厭共產黨的數據不斷的往上攀升 但是喜歡共產黨的在10%以內 這個數據是蠻穩定的 所以關鍵是那個不表態的那個20% 越來越多的在表態 所以我也討厭共產黨 那這個情況實際上跟總統大選的民調 不表態的數字越來越少 轉變成表態的 我也支持蔡英文 這個情況是一致的 大概我們在周周追民調的過去這三個多月 這個有30%人說還沒有決定 還不表態 或者我都不選 這樣的30%的人現在可能只剩下15%了 對 那85%的人都已經表態了 都已經拿定主意了 所以這個問題確實是說那些中間選民的搖擺 中間選民的心事 基本上也在拿定主意了 那這個當然了 這個不到最後一分鐘 誰也不能夠這個最後還是要看實際投票結果吧 我倒不是很覺得這個投票率是高的話一定對藍營有利 我不見得這麼看 因為我覺得這一次一個很關鍵的投票率是在於年輕人 因為年輕人從民調上來看 現在是很明顯的75%是支持蔡英文是壓倒性的 問題是怎麼樣使得這些75%的年輕人的票能夠催出來 去投票 這個實際上是有難度的 因為實際上1月11號是大學聯考的等於是剛結束 期末考 這個1月10號最後一天吧 那實際上很多人可能星期五晚上考完了 part day了 part day完了以後 第二天早上起不來了 那還要趕回南部去投票 他就不去了 所以實際上這個年輕人的投票率 我覺得是問題的關鍵